大家早 寒流 現在開始逐漸的南下 今天下午以後呢 整個北部地區的溫度 就會降到十度以下 特別提醒呼籲長輩朋友 跟心血管疾病朋友 身體方面要注意囉 那我們來看看溫度的 整個降幅的變化 先來注意到 在昨天晚上的低溫的部分 在十六度 今天的早上的溫度 維持在十六到十五 但中午的時候 已經降到十四度囉 到了今天的下午 大概一兩點以後 溫度就會往十度的方向下降 接著呢 雲層量來說 開始減少 禮拜六 今天的晚上的低溫 在北部地區 就降到八度的低溫 而到了禮拜天的早上的時候 就大約在七度 雲層再減少 因為乾燥的空氣進來 天氣再好轉 接著禮拜天的白天 一整天 北部地區 連十度都不到 維持在七到八度之間 最高溫只會到九度的高溫 到了晚上的溫度 又降到八度的氣溫 最主要天氣晴 但冷空氣強度強 相對的溫度下降的幅度 會非常的明顯 而對於中南部來說呢 在禮拜天一整天來說 高溫的部分也都只有在十二十三度左右 溫度形態來說 在星期天 寒流的強度是達到最強的 接著星期一天的晚上 溫度低 星期一的清晨 會因為輻射冷卻 在雲嘉南平原空曠地區 七度的低溫 到了禮拜一的中午的時候 溫度上升到十五度 溫降幅度非常的大 禮拜六的下午開始 就會降到十度以下 寒流影響 從今天下午開始 三十六個小時時間 要特別注意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衛星雲圖了 華南的水氣 在昨天的時候有影響 臺灣的上空 今天的水氣發展量 要明顯的減少 因為西北地區的高壓 帶進來的是乾燥的冷空氣 而這股乾燥的冷空氣 在今天灌進臺灣上空中 水氣發展少 到了今天晚上雲層減少 雖然溫度在晚上的高山 都在零度以下 但水氣少之下相對的降雪機率會偏低 可是路面部分在三千公尺以上 都有結冰的現象 爬山或者是登山步道或公路 行駛方面都要特別小心 來看一下今晚的地面天氣圖 可以注意到 分裂高壓的位置 已經逐漸的要往華中的方向在移動 預估這個高壓系統 在今天晚上帶下來的強冷空氣 使得我們溫度的降幅明顯 北部的氣溫七度 明天的話 溫度狀況維持在七到八度左右 而在中南部的溫度形態來說 預估會在明天的時候 因為輻射冷卻的作用 溫度達到最低在雲嘉南 禮拜一的清晨七度的低溫 接著來看到明天的地面天氣圖了 高壓勢力在禮拜天的晚上的時候 逐漸的進入到達浙江到江蘇的位置 預估在星期一的早上 他要進入到東海 所以從禮拜天的地面圖就可以注意到 冷空氣的強度 在週日的晚上一樣是偏強的 來看看今天的溫度了 先注意到這個高溫 就是現在的高溫 晚上的溫度在外島地區 都掉到了個位數 澎湖也掉到十三度的低溫 而在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地區現在就只有十五度 再來到中午以後十度 晚上掉到八度 中部地區晚上就掉到十度 南部地區到天黑以後就剩十四度 東半部地區在晚上的時候 只有十三度 可以注意到雨後會漸漸轉為多雲的天氣 小迪寧兩件事情要提醒 溫獎幅度非常的明顯 長輩朋友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 高山路面都有結冰啊 週六出遊去 在山區活動的朋友要小心 海荒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PI714 享有折扣喔